大飛援天下 這個世界是這樣 就是說你縱容吸毒和販毒 當然很多時候都有可能是中國一些企業的問題 但是是美國的容忍 因為當你販毒不犯法 吸毒不犯法 接著大量的邊境移民來不犯法 造成了大量的引君子 大量的人出現了 在這裡你都要明白 必定會發生一些事 也都令到大量的年輕人投向獨海 尤其是一些有色人種 所以當日特朗普直接公開和習近平說 麻煩你管理你的什麼 管理你的 管理你的分泰尼 因為現在美國最氾濫的就是分泰尼 每一年死的年輕人不知道有多少 結果來到拜登政府 在星期五正式控告四間中國公司和八個中國人 涉犯運可供製作成引力強和可致命的止痛分泰尼的化學品 是美國首次就泛運分泰尼原材料 起訴中國公司 中國駐美大使館譴責這一宗 檢控為美方精心策劃的圈套 嚴重侵犯有關企業和個人合法權益 這種長臂管轄權也阻礙了中美素毒合作 被告分別是湖北精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案費人城科技有限公司 案費莫克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角蘭素斯克貿易有限公司 以及四間公司的行政人員和職員八人 司法部長加蘭批評這些公司和他的職員 明知而串謀製造美國分銷分泰尼 清單是其中一間被控的化學公司 就輸出了超過兩千公斤的分泰尼原材料 就能夠製造五十公斤 足以殺死二千五百萬美國人的分泰尼 分泰尼是合成鴉片的藥品 由於比海洛英這些毒品便宜 而成為隱君子的替代品 但是個量服用會致命 上年就有十一萬的美國人死於個量的分泰尼 我不知道中國怎樣反對 人家由源頭阻折 有證有句擺出來 你中國是一個禁毒的國家 你試一下你販運毒品 你到最後只有一個就是死刑 除此之外沒有另外一些所謂的替代方案 即是說你除了判死之外 是不會有其他任何的取代刑責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分泰尼 人家已經知道你哪四間企業去的 你覺得沒問題 你覺得是人家污衊你 那你就要提出證據你不能夠說 香港啊 是不是 有名有姓 連你的渠道怎樣去都知道 所以這一次會這樣做 當然了 你對於 即是一個 拜登政府他們其實縱容這些事 只不過現在要對抗中國 才會見到這一種這樣的調整 而這種這樣的調整會陸續有來 將所有的矛頭 將過去中國在美國 對美國做過任何的 即是他們認為是不能夠接受 或者傷害的事情 將會一級一級這樣擺出來 接著令到整個美國人形成共識 接著這艘超級宇宙航母 就會向著中國發出猛烈的轟擊 現在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中國只是說你不要污名犯我 你不能夠這樣做 但是有沒有幫助 因為這個是事實 只不過過去 就是說很多美國的官員 或者民主黨 甚至共和黨 和中共有太多的利益牽涉 所以 莫氏 現在 基本上 也都不會再有 分開來 這個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事情 你就完全看得到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可以追蹤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筆塞 我是Jordina 需要大家的支持 越演越烈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拜拜